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戴宗人 欢迎您再度收看我们的节目 您向所收听收看的是亚洲很想聊 在中国大陆宣布了 从明年的1月18号开始 明年1月8号开始 把COVID-19降为椅类遗管 并且取消入境的集中隔离 对于感染者不再实施隔离 不再判定密切的接触者 也不再划定的高低风险区 不过正在这个时候 虽然采取了开放的措施 在中国大陆疫情却是快速的蔓延 到底在中国的疫情 是不是失控的状况呢 当地的民众生活情形如何 以及中国的疫情如果失控的话 会对全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特别是在中国的春节即将来临了 那么如果在中国内部的人口大量流动 甚至包括了很多的中国人士 往外移动到国外去 进行各种的商务 以及各种旅游的话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次的病毒的输出呢 今天我们就相关的问题 邀请到几位嘉宾 跟我们一块连线来谈谈 这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分别有在中国大陆郑州的这个现场 有贾黎敏小姐 她待会进到我们现场来 另外在美国现场呢 也包括了时事评论人郑旭光先生 欢迎你旭光兄 中文兄好 好 那另外呢 在美国同样一个现场是美国前美国陆军研究所 病毒系实验室的主任林小旭先生 欢迎你小旭兄 感谢您的邀请 各位观众好 是 我们先把这个声音好 那么我们频道先转到这个郑州去 因为相关的问题呢 在郑州跟我们连线的 贾黎敏女士呢 她目前是没办法现声 不过她声音可以出现 贾女士您在现场吗 我在现场 好大家都很关心 那么在中国现在疫情是降级的这个情形 不过呢 我们也看到了部分的讯息流露出来 在中国很多地方的疫情是快速的蔓延 那么甚至有死亡的消息产生 不晓得目前在郑州的状况如何 这个情况呢 你看我周边的 就是家人呢 亲戚啊 包括同学朋友呢 这次的感染呢 几乎就是一家一家的都感染了一家 我们一家也是 全部就是都感染了 都是这个出现的那种 就是新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 就发烧 烧过以后呢 然后咳嗽 浑身就是没有症 到现在还这个 就是精神啊 这个体力呢 都还不是特别好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您和家人感染什么时候发生的 什么时候发生感染的 这个感染呢 我们这个感染呢 有个二十天前吧 就是 二十天前 我们知道在北京 在上海很多地方的医院啊 目前包括了江湖病房 都已经是这个满载的状况 那在郑州的情形 您了解状况如何呢 郑州也是这种情况 那天听邻居说 也是郑州的这个各大医院呢 几乎是爆满了 嗯嗯嗯 老年人是特别多 老年人 对 好 您在郑州 我知道您也相当关心 当地的社会的这个动态 到目前为止 郑州的官方有说明 感染的人数 甚至包括死亡人数 目前有官方的数字公布吗 几乎就没有 然后官方的那些公布呢 就是疫情 就是中国那个什么 疾控中心的那个疫情播报 都以那个为准的 那哪个地方呢 就是说是新增 增个几十例 有两位数的 三位数的就不多 嗯嗯嗯 好 您在郑州 因为郑州也算是一个大城市 那么郑州 在目前现在中央开始解封 同时降级的这个状况之下 包括您在内 还有您的亲友 对于降级这个做法 您是欢迎呢 还是表示迟疑呢 嗯 这个呢 一开始呢 是搞得太严了 你这个人呢 这个出门呀 他都不让出了 整个就封了 小气都封控了 嗯 但是突然呢 又全部放开了 这个呢就是 你要放开 我感觉应该是 兴趣渐进的 一步一步的来 根据这个情况来放 是 但突然一下就全部放开了 就不管了 就是那所有的码 健康码都取消了 嗯 就这种放开了 跟前面的封控呢 跟现在的封控呢 是两个极端 前面呢是极端的封控 门都不让出 嗯 然后这边呢 又极端的 突然场平就不再管了 就这种呢 就属于是 我感觉是属于是 政府呢 不负责任 哦 嗯 你属于不负责任 是不是指的是 根据疫情的情况 循序 循序渐进的来走 不是说了 我原来管的 就严的 门都不允许你出 嗯 大妈带个红手工 大门都不让你出 买东西呢 都买不到了 是 然后突然呢 就完全放开了 嗯 连管都不再管了 是 那现在放开了之后 照您刚刚说法 放开了之后 反而民众不该 不太敢出去了 是这样子吗 对 他就是放开了 好多人尽量就不出门嘛 因为大家现在 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里面 都是养着嘛 烧着嘛 哦 是 哦 您刚刚提到说 这两天好一点呢 就是已经稍微好的 像我爸这个 得了这个 已经是症状 几乎就恢复正常了 就稍微有 那么就早晚有 一点数量了 一点咳嗽 是 稍微实际上有点没有劲 嗯 就是说 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 是 所以现在这两天 路上的这个行人呢 车辆了 才慢慢多起来了 嗯 我在我的那个微信 和那个微博 发过一些 那个记录 就是每天 就是每天他不让出门嘛 就在门口拍街道 街道上面是空无一人 那个时候 嗯嗯嗯嗯 现在的情况是 我老母亲也 现在也已经看出来 也感染过了 他天一段也是发烧 哦 我姐 我老公 孩子 这个妹妹家的 就是我现在家里面 亲戚家里面呢 几乎都是已经烧了一片了 哦 好 这个包括您在里 还有您的家族啊 亲友 在感染之后 有取得药物吗 就取得药物是方便 还是困难呢 刚开始的时候 嗯 这个还真的是 药件里面的药都没有了 这一类的就是说 这个抗病毒的 包括一些轻热解毒的 这个药呢 就是你去买的时候 就很少 就几乎就买不到 嗯嗯嗯 但是那一段 没过几天 这个药呢 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个披烧药什么呀 当时也真的不好买 哦 所以您有服药吗 还有您的母亲 她有服药吗 哎呦 我我母亲呢 是我那个 这个侄女呢 是医生 就是给送期前 她给她买来了一些药 因为当时老人家 也是那个咳嗽发烧嘛 嗯 说我们买了药 然后呢 我们这个老娘公园里面 也有医生 医生也给了一些 也给了一下 但是别的药都没有了 嗯 这边呢就弄了 我呢 是提前家里备了有一点 什么抗病毒口服液 这一类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长者 目前在郑州 有受到比较好的 这个医疗的待遇吗 因为在满载的状况之下 很多人担心 这个长者 他们没办法 获得很不好的医疗照顾 在郑州呢 一般的是都能及时救治 因为我的周边的这些邻居呢 他们都 我们周边有几家比较大的医院 郑州上海区院呢 五福院呢 还有往东边呢 还有那个人民医院呢 几家医院比较近 还都能及时的 就是就诊都能及时 是 我们这边周边的医疗资源 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部分的这个网络上 看到一些讯息 就是在中国有些一个患者 他白费的情况比较严重 在郑州您的周遭 有这种情形吗 这个我倒真不了解 因为大家的知识说 我们这个邻居之间呢 有时候交流 就是说我也咳嗽了 我那个咳得难受 去医院的 但是没有说进一步的说 没有问到你拍片怎么样 那我在这个网上 看到了很多信息 网上的信息 就是包括微博 微信呢 就是说现在的白费病人呢 是比较多 但这些网上这些信息 是非常多的 但我周边的邻居 因为不是说那么专业 你就是问哪呀 感染呢 现在在医院里发烧呢 咳得厉害 都是说这样的 大家打招呼就怎么样啊 老人怎么样啊 都是人说 我也感染的在医院呢 不现在已经降级了 您觉得降级 刚才您提到说 所谓高峰已经过去了 所以您觉得未来的状况 是比较乐观的吗 我感觉未来的状况 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现在 比如我吧 我自己和家里面感冒过后呢 就是这次新冠得过以后 但是我到最后 也没检测出来是新冠 那感觉 高烧 应该是那个 我去检测了 没有出来那个 结果没有显示是阳性 这个这种情况 人都得了一遍了以后呢 我就感觉就是根据自然规律吧 这个人呢 对这个病毒 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这个病毒就认识了 应该能产生 就是自然的这种身体 身体自己的这种免疫 对这种病毒 有一定的这个清理和抵抗的作用了 后期呢 我感觉不可能再出现 像前期那块那种 那么严重的那种情况 是 贾女士 我能不能够再精确的请教 您曾经是去就医的 但就医的结果 没办法判定 或是判定出来 您不是新冠 就是 现在他那个不好 那个我去医院里面去看看 他说我不是 他说你不是 他说你不是 OK 对 因为人太多了 我也不愿意在医院久待 就是到那问我 他就说我就赶紧就走了 OK 那您自己觉得您的症状是不是新冠 我感觉应该是 因为高烧啊 高烧 然后就是咳嗽 是 而且烧到他那个身上的关节都是疼的 因为好多周边的朋友 我都问他们都是什么症状 他们都是这种感染症状 我说的是就医 我记得就等于没有去就医 因为人太多 我不愿意在在里面 害怕在 真的 大家互相的这种感染 就是一问就赶紧就走了 因为没有办法 我这样请教您 这个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很多的这个讯息不是那么的清楚跟透明 那么特别包括感染的人数或者是包括可能的死亡人数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外界而言 所以我就冒昧的请教您 得病的这个状况是如何 不过您认为您可能是新冠 但是医院却不是这样子的答案 我得病的状况就是发脏伤 然后就是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关节就是疼的 那您的亲友 您的亲友有任何一个人 那么医生的判定他是得新冠的吗 有任何一个人吗 因为好多都没去医院 但是呢都是这种症状发伤 OK 大家都是最后得了这种症状 然后就是在家里面 按照这个法罗汉指导用这种这个披烧药 用这个抗病毒口服液 当时院里面有些邻居 他们都在那说就是失去了 医院人多确诊就是这种病 在郑州 在郑州现在有很多的民众您就接触的 他们对于现在这个降级的这个做法 他们表示认同吗 还是说他们持比较开放的这个态度呢 有很多很多人呢 就是觉得认同这种方案 因为这种病呢 你要早放开了 大家都是认为早放开了早过去 比老百姓说话就是这样吧 早放开了早过去 要是说那个春秋天得着命 不是这么冷的天的话 应该人体的这个底下能力更强 是 这林林一说就是大家说 早放开早好了 病也早过去了 不到了这个冬天 冬天本身就是这种流感和这种病毒性感冒 或者有一些这一类的高发期 因为干冷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好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在中国郑州的贾林敏女士 我们从她的这口中能够获得一部分在当地她所看到的这个状况 我们谢谢这个贾女士 贾女士如果可以的话 您就请留在线上 我们待会再来请教您 我们镜头先转到这个美国去 我想先请教这个小旭兄 我简短的这个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中国现在疫情是失控的状况吗 小旭兄 中国当然各地差异比较大 那我觉得问题当然聚焦在北京的几个大城市 那北京的情况传出来的是相当严重 那我今天也看到消息说东北方面在吉林一带 包括一些大的医院也有80%的这个医护人员都感染了 或者是政府部门也达到相当高比例的这个感染 所以我觉得可能各地差异很大 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中共政府这个方面呢 它对于感染人数 其实它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内部文件的泄露出来 但是最核心的就是住院率 重症率以及死亡率这方面的数字还是一直隐瞒的 所以外面虽然就是说可以透过中国的网络看到很多的 关于就比如说医疗资源的挤兑以及火站站排队啊等等 人们花天假去摇号啊能拿到一个焚烧的一个号码 那这么多国内的消息传出来 我想在很多地区或者说在这个能够传出消息的这些大城市的话 很可能出在一个相当紧张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已经控制不住 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三年里面的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它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就是一个蓄水池 一个洪水到来的时候你不断的堵你只是不断的堵 那么现在呢等于是一种崩溃的状态啊 我觉得是大巴就是崩溃的这种状态 所以它会在全国很多地方传播开来 从南到北都有一些但是北方是最最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区 那这种情况下当然我觉得是疫情是相当难控制的 是不是完完全失控我觉得不会是完完全失控 因为中国个例差异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现在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广州这种地方 都有出现严重的医疗资源的挤兑的话 我觉得相当相当危险的情况 特别是很多老年人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 那么这些老年人他们得重症以及死亡的这个可能性都非常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是就是医疗资源没有能够调配到位情况下 那么你就是也在疫情已经控制不住情况下 做所谓的彻底放开 那么这种情况等于是加重了整个病毒的这个传播 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它失控 那这个所带来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是 虚光新网在中国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里面 我们可以说它的防疫政策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改变 那甚至他把名称都给改了 您觉得真正造成北京当局做这么大的决策的这个大改变 这个转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虚光新网 真正原因应该是有两条 一条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这个奥米扣荣是封不住的 这个是联合国的这个卫生组织的官员 也是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在放开之前 这个奥米扣荣已经密集传播了 这个跟放开没有本质关系 另外一个呢 放开还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在 这个动态清零在整个今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之所以还坚持 就是因为为了二十大的考虑 等于我们看到动态清零那个严苛的那个封控措施 相当于一阵严厉的戒严比戒严还要厉害 所以在二十大前要保证二十大开成 开成功达到习近平的目标 所以呢 动态清零不动摇 那么二十大开完以后 人们普遍预期他是要放开的 只不过呢 专家们的看法呢 会有半年的时间 甚至漫长的一年的时间 逐渐放开 但是这么迅速的放开 也证实了这一点 就说这个放开是基于政治原因 第一个基础性的是根本堵不住 第二个呢 彻底放开是因为 二十大之后他不用再考虑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把这个工作重点放到经济上 如果说我们考虑他是有序放开 或者有准备的放开的话 那他应该提前一个月 或者更长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时间表 这个时候呢 大家各种医疗设施 药品 包括各种退烧药啊 还有这个医院的重症病床啊 这些就应该提前做准备了 但是我们看到根本没有 这也就说明中共当局 至始至终 他是在做一种政治考虑和政治秀 刚才这个旭光兄他提到一点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 比较有准备的这个方式 包括他刚刚提到了 这个医疗能量的这个准备 药物的准备 您觉得在北京当局 是不是的确是在一系之间 那么做了一个比较仓促的这个决定呢 我们如果从实际的决策的 这个步骤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转变只是表面的转变 那实际上在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 其实北京的这个疫情就已经控制不住 就已经往上冲了 那么从一些卫健委的一些个别的这个信息传出来的话 也已经能看到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是控制不住整个传播的这个趋势了 而且呢对于习近平来说确实也是他已经达成了20大连任的目的 那么下面他其实我是觉得他在为自己三月份的时候 他的班子全面接盘做准备 所以他完全从政治的角度考量说这个疫情进入新的阶段 那么他要开始就是强迫这个让整个民众快速过分嘛 所以说能阳静阳 我觉得他是从政治层面考量的 不是从这个科学层面去考量 如何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去做这个医疗资源的这个调配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卫健委 就是现在刚刚出来的这个通知 对吧 那么也请了一些中国这个卫健委疾病中心的专家出来 解答一些问题 谈到医疗资源的调配等等 这些在这个解分前早就应该做 对不对 你现在都已经就是已经对一些大城市的医疗资源 带来极端的这个冲击挤兑的情况下 然后你说我有一个政策 要求做这个医疗资源的分级调配啊等等 形成一连体啊等等 城乡的医疗资源如何对接啊等等 这些不是已经都太晚了 这是早在这个崩溃前你要做的事情 现在谈那等于是就等于说这个 你再继续往自己脸上贴近而已 但实际上你并没有谈到 就是说任何已经处在崩溃情况下 这些医疗资源如何去资源 如何去救治这些老百姓也没有提掉 比如说政府你会多大程度加大 这个比如说这个财产拨款 赶紧救急啊 就要掉破多少的这个医药的资源 来支持北京这样的地方等等 我觉得他都没有说到 就是整个文件你看起来没有任何紧迫感 就好像这个事情 我在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是 薛光兄刚才我们提到了说 在二十大他反正已经顺利连任了 但是面临现在部分大城市 疫情是高度的这个升温的状况 难道这个就不会让中共当局感到紧张吗 薛光兄 习近平啊在这个动态清零的时候 他一直在讲三点 三点我们现在看啊 基本上可以说全部突破了 一个是这个总策略是动态清零 一个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实际上我们先看啊 他现在再往外输入啊 反弹已经是不可遏制 那么最第一条他叫人民至上 声明至上 那么习近平在他坚持动态清零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政治局内应该有巨大的这个阻力的 以李克强为代表 那么他在武汉视察的时候 专门为他的动态清零做辩解 他说要算政治账 同时他也剖析了中国的这个 所谓的医疗资源不足 而且不均衡 主要要保护老年人等等 说的都很好听 但是三年的清零 这些对脆弱人群的保护 基本上没有做工作 疫苗的施打 这个先进疫苗的这个准 这个进口 实际上这个李强李克强都是 有积极的意愿的 李强在上海的时候 他的那个 这个促进企业 企业的那个政策 扶植企业的政策 就有一条是要促动这个进口疫苗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但是习近平他就是 坚决把这个口子堵住 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ICU病床等等 刚才小旭先生说的那些 那些准备过去三年完全有时间 因为动态清零 你不可能永远搞下去 你总是要放的 总是这个要面对一个 共存的局面的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准备 那么二十大之后 二十大之后 那么我刚才讲 他并不是说放开疫情 会有多少人重症死亡 他才加紧严控 他加紧严控是一个变相戒严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他不需要戒严了 他已经完全大权独揽了 这个时候呢 他放开的时候 也没有为这些基础 基础证的老人脆弱人群 做很好的这个预案和保护 就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放开 第一个标志就是二十条 二十条是在十月十日 十一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定的 那那个时候 据二十大只有半个月 二十大开完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把动态精灵否定了 可以说 二十条就否定了动态精灵 那么他就并没有做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所有的预案 这个时候他也不用关心 这么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他根本体现不出来 他关心这一点 那个只是他的一个说辞 因为刚才像郑州这位女士说的 大部分中青年人 他们是愿意放开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啊 各方面对奥米扣荣的抵抗意识 没有应该说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这个脆弱人群 这是全世界专家的一个看法 主要是要放开后 主要保护脆弱人群 那这个工作呢 显然李强这个班子 也没有做好预案 现在的是江心补漏船 我是一个评语是这样的 江心补漏船 李强在开会的时候 也说要补这个短板短项 那么过去三年在干什么 这个板子是不是可以打在李克强身上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现在你放开 李强现在来负责这件事情的话 那他也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你先放开 再去要求医院去搞分级诊疗啊 去搞这个SU病床的这个重症床的建设 去搞医疗设备啊 去加大这个各种药物生产啊 包括这个国务院这个常务会议 有一条叫做为了人民的健康 要这个加强国际合作 适当进口必需品 这是指医疗用品了 所以都是匆匆忙忙的 先是定下来放开 公布了放开 完了再去做这种准备 好 小学兄刚才我曾经请教 在郑州的这个贾女士 有关所谓这个白费的这个情形 那贾女士她表示说 她对这种状况并不是很了解 我想白费的这种case 不论是在中国 在美国或其他地区都曾经发生过 但在中国的白费的这个状况 有什么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吗 在目前所产生的这个案例里面 会不会让我们更担心 就是在中国有会有新的 这个变异的这个病种情形呢 小学兄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确实是目前我这个国际社会上 都在担心在中国会出现新的变种 那么中国方面当然也有一些 在网络上的消息传出来 说这个有原来的这个武汉的病毒株的出现 也有的说是有这个DELTA病毒株的出现 但是目前中共官方提供给这个国际精英库 这个提供的相关的COVID的这个病毒序格是相当少的 在这个方面呢 比如说美国过去两三里面提供了将近400万 这个病毒株的这个序列 检测的这个序列嘛 但是呢 中国方面只有几千例 所以呢 你实际上 就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悬殊的 那么现在实际上国际社会 你只能听中国官方的这个 就是个别的这个说法说 我们检测到了 这一些病毒 然后这个中国这个病毒所的这个 这个徐永波所长也出来说 他们否认有这个DELTA病毒株 但是我觉得国际社会最担心的 就是说你会不会出现新的变种的病毒株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病毒株 就是有 可以说有一个亚变种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这个是叫XBC亚变种 它实际上是DELTACRON 就是DELTA变种和这个Omicron变种的一种组合 那这个变种呢 在泰国还有菲律宾 在十月份的时候也有发现 那这样的变种 它本身就是也是超强的 这个免疫逃逸的功能 那另外还有结合了这个DELTA的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基因组 来自DELTA变种 所以现在就是国际上 我觉得也比较关心 那么中国方面主要是 你现在这些得重症的人 这些样品国际上都拿不到 所以并不知道它到底是 是不是一种新的变种 或者是不是比如说在XBC这种变种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新的组合 那我觉得在中国这种大面积的 这个年纪大的人 很多基础病严重的人出现 严重感染的情况下 等于是培养变种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温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冬天 就是说你出现重症 呼吸道的重症 本来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今年呢除了这个COVID 除了Omicron之外 国际上实际上这个流感 是处于高分期 而且是提前达到高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呼吸道荷包病毒 或者叫呼吸道融合病毒 ISV 实际上今年也是一个高分 至少有三大病毒 呼吸道的病毒是处在高分流行期 那这里还不谈到一些 呼吸道的细菌的病毒的传播 所以实际上中国选择的时机 是极端糟糕的一个时机 那么这样大面流的传播 那包括刚才这个郑州的女士 如果她感染的不是COVID 那很可能也真的就是季节性流感 也会带来 因为今年的这个病毒株比较厉害 不是常规的就是以往几年的这个流感病毒 如果会出现重症的比例会强的话 那也会带来这样一个情况 在美国的约翰霍普提斯大学里面 他们曾经分析说 因为中国大陆有14亿的人口 所以这个被死可能会使得 变异的这个几率大为增加 真是如此吗 小许忠 目前我觉得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家 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游客做这个检测 我觉得是非常对的 同时也可能在今后的一两周内 就会拿到一些这个阳性的病人 他们的这个基因序列情况 当然如果是重症或者是 就是发生比较严重的人 可能很难短时间内出来 所以你有可能很难在短时间 马上拿到重症病人的这个病人的样品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难一些 但我觉得迟早国外应该会拿到一些 比较重要的这个病人的样品 让他们做自己的这个序列分析 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你不能指望中国政府能够突然间变透明化了 因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个病毒的这个致命性 以及它相关的这个重症率 以及死亡率 这是中共政府极力想要 对外隐瞒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自己 更加自觉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另外一点我也强调 目前现在在北方 之所以有比较多的人出现重症 我觉得跟过去十几年里面 中国出现大面积的雾霾也是有关系的 中国现在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人群 这个基数是非常大的 包括比如说是这个COPD 就是有这个阻塞性的这个肺炎的话 这样的人群在中国实际上是将近一亿 这是根据中国这个健康管理学杂志上 自己的官方分析出来的一个数据 差不多有1亿这样的人 大部分当然是在北方 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这个肺癌的发生率 每年增加是2.4% 所以就是中国可以说 这个环境的污染 以及大量的这个吸烟人群 它本来就是肺部有基础病的人数 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旦有多种呼吸道的疾病 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 同时在高分析传播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得重症 也有很多人会挺不过去 那如果是医药资源 又同时因为政府的 这种极端恶劣的这个清零症 所带来的这个短缺 故隐不上 那很多人就很难挺过去 所以我觉得今后应该在短期间 还会看到死亡的高分 好 我们进头回到这个旭光兄这边 旭光兄我想请教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小旭博士 他的这个分析很显然的 在中国那么高死亡人数 同时是感染人数 快速的这个增加 大幅的增加 也应该是这个预料中的这个事情 同时现在这个农历春节 就像到来了 那当这个春节 不管是去旅游 或是返乡的人潮 很显然的会造成病毒的这个扩散 刚才这个小旭有提到了 包括国外 包括日本跟意大利 已经宣布要对于 从中国出境的人进行这个筛检的这个工作 我想请教这个旭光兄就是 站在外界的人士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跟眼光 来看待中国这次的疫情的 这个大量爆发的这个情形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外界其实强烈的这个批判 中国的这个封控的这个措施 是违反人权的 好 现在他已经开始解封了 那解封了之后 反而开始外界紧张起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寻求一个平衡点呢 旭光兄 那应该这个主要对动态清零的批评 是指它是一个人权灾难 它大量的是不仅违反国际惯例 也违反这个中国自己的法律和规定 也这个期间呢 有大量的宪法学者 法律学者 就这个动态清零期间的一些乱失证 提出批评 那么在现在这个状况呢 它基本上来讲呢 还是一个反着一个违反这个科学 违反科学的一个防疫的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你现在刚才讲的 小旭博士讲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白费这个事情 没有做澄清啊 我看到的卫健委的 他的这个官员 他明确否认这是原始毒株和这个疫苗啊 灭活疫苗造成的啊 他也指向啊 说是可能是一些感冒病毒 或者说感冒这个细菌 其他类的细菌啊 造成的这个 但是他并没有说有多少案例 是造成了多大范围的这个白费现象啊 这个是他需要澄清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所谓的乙类医管啊 一个中心的含义呢 就是要把这个防传染变成那个 这个防重症啊 就是救命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们也承诺了 说要在这个疾控中心的网站 以后卫健委不再公布了 疾控中心的网站上公布一些数据 就是一些感染这个重症的死亡的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呢 是做参考和研究用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他这个出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点可以拭目以待 总体来讲呢 我我感觉呢 就是对中国的这个中共这个政治团体呢 基本上不抱指望 那么对中共的 对中国这个医 就是医学医药这个专业团队呢 我觉得他们基本的素养还是过硬的 但是呢 考虑到就是这种政治压力 我们也能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变形 甚至像梁万年啊 梁万年先生 他就是主张那个 尽快这个大方的一个主要的人士啊 从他嘴里的表现出来 但是我我想象这是一个政策决 政治决定啊 是由他来表达出来的 小学生 我有一个看起来这个很奇妙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中国官方在12月26号的晚间 就圣诞节过后宣布啊 将新冠肺炎改称为新冠感染 我看不出来这中间什么特别意义吗 您觉得他这个政策性的改变名称 有什么有什么必要性吗 小宇宙 实际上你教他新冠肺炎 其实这个是本来是不准确的嘛 因为从2020年 COVID传播开来以后 实际上大家已经都很清楚 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带来的这个病症 绝对不仅仅居限于肺部 它跟这个SARS啊 非典肺炎啊等都很不一样 带来全身性的器官的这个感染 以及这个甚至神经系统的感染 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多器官的这个 就是对于重症来说 多器官的这个衰亡 这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你把它只是叫做 这个新冠肺炎 本来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名字 应该这个名字的改变 应该早在2020年就应该进行了 那么现在改变 我觉得中共政府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为了 就是正好呼吁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关于白费的问题 因为民间有太多的人 就传播出来的消息 就包括自己的这个感染的情况 他这个在网络上自己谈到的话 都提到了有这个白费的情况 就是还有医院的医护人员 透露出来消息 也说很多医院看到 很普遍的这种白费的现象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一旦你承认就会有白费的话 那么这些病人 你就应该把它算是 比如说新冠确诊的病人 但是现在官方 比如说在卫健委的网站等等 他还是在尽量的 让这个新冠感染的人数缩水 那么同时他甚至已经改变了 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定义 所以他现在说 不是这个组织医生就可以判定 这个病人是不是属于新冠感染 他说要会诊 那你在这个医疗资源几对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个会诊 所以基本上官方的意思就是说 尽可能把一些人 因为新冠感染的这样的这个病例 把它不算作新冠感染 把它算作你其他的基础病 带来的这个死亡或者是重症等等 那么当然官方这个数字 就显得非常的美妙 那么就可以说 官方采取的政策在短期内 没有带来这个重症的爆发 也没有带来死亡率的爆发 所以现在把名字干脆也改了 所以就不强调这个肺炎了 就强调感染 那么老百姓也会觉得 表面上你现在变得更加科学了 这个感染是挡不住的 这个Omicron 这个本来就是有可能共存的 就让老百姓去接受这个概念 但是依然悄悄的 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让这个 就是出现重症出现白肺的这些人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未知数 把它变成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病例 把它不算作新冠感染带来的这个病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的意图最主要 其实还是为了隐瞒 到底这一波所谓的这个新冠感染 到底带来了多少重症 以及带来多少的死亡 这个还是他核心要隐瞒的数据 小学中因为您现在人在美国 美国当然毫无疑问的 在全世界认为它是一个强国 同时美国的这个人民的素质是很高的 另外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很发达的 但即使是如此 我们看到从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之后 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感染人数 还有包括了死亡人数 恐怕在全世界排名是第一或第二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回头看看 有14亿人口的这个中国 您觉得到最后会 可见的这三个月会一记的这个状况之下 您觉得中国的死亡人数 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同时会不会比美国的状况要更加的要更凄惨 如果从官方的数据上 你可能也许看不到会更凄惨 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一定会描绘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 控制疫情的为关键的一个结果吧 我觉得这是他应该会努力达到的 所以你如果从官方数据 即使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数据 你去看的话也可能也不会超过美国 但是我是觉得 当然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 你要面对的今后的几个月 应该还是属于非常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其实这个数字 其实美国内部本身也是有很多争议的 因为美国的定义本来 它实际上是过于宽放 那么对于很多的这个病例的话 因为也知道医院 如果把这个病人申报为是COVID的话 它也会从保险公司得到更多的这个补偿 所以这里美国实际上是有放大的这个因素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它是出于政治需要把这个数字严重的缩水了 那么你就比如说在上海 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分层的时候有多少病例 这个是民间恐怕心里都知道 这个不可能是官方这个上海 市政府所公布的这个非常有限的个例 所以我觉得就是政府是 基本上是从政治的角度在做所谓的防疫 我其实严格上来说我不觉得它是防疫 它就是政治运动 然后在这个政治运动过程中 达到了数字极权的这样的状态 而且进一步剥夺了老百姓 掌握自己健康的这个权利 对吧 因为你现在比如说现在 你这个药品能不能够购买的话 其实这也是政府控制的 在清零政策的时候 那么政府说要追踪哪些人是养的话 它控制 就是说哪些人去买的感冒药 退烧药等等 他就说你这些人可能是养的 我就可能把你拉到隔离中心去 所以它控制这些药物的这个生产 以及它的销售 那么是老百姓的健康 不就等于也是掌握在 这个中共的这个手里了吗 然后它再把你随时 因为你是养的话 就可以把你拉去隔离啊等等 一个人养了 一个小区都可以隔离起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实际上是实行了 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健康的 这个权利的这个控制 那么现在把你放开了 但是医药并没有跟上来 那实际上对于中共政府来说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养母 它是有计划的 在推行这件事情 甚至让很多地方 出来一个政策 能够让这个传播更快 所以它想要达到尽快 过这个高峰 甚至让一些地方的政府 甚至一些教育局出来政策 说学生养的话 第一天养的话 还是可以去散学的 所以它等于是要促进这个传播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就变得就是 可以说是匪夷所事 超乎一般国际社会人们的这个想象力 那中共政府会采用这样的方法 而实际上这样的想法 只不过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 它是觉得所有的人 如果都被感染了 养过了以后 你就不会再养吗 过去三年里面都没有这样一个 明显的一个科学的证据 对吧 好多人其实比如说你在阿法 或者是Delta病毒感染 你还有可能被Omicron感染 那还有的人被Omicron的不同变种 重复感染过 那么你中国政府以为说 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感染过 能阳尽阳 以后就会一定平稳吗 它其实根本不考虑 这个病毒的复杂性 也不考虑实际上 现在科学对这个病毒 还是相当无知的 人们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哪一波病毒会出现 对吧 那么如果真的出现 治病性比较强的病毒株呢 如果在你现在以为的 这个Omicron变种流行过后 还会出现新的一波病毒呢 那么你这个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呢 那么这些老百姓 因为你的这个阴阳静阳的政策 让更多这些老年人 在得不到药的这个情况下 得了重症 那你是不是这个政策 直接害死了这么多人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 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做法 请问现在在河南现场的 这个贾女士还在线上吗 还在线上 是贾女士 我请教 您或者是您的亲友 有意识到 就是这一波开放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可见的未来当中 中国大陆的感染人数 会大幅的这个增加 同时死亡人数 也会大幅的增加 这点您 还有您的朋友知道吗 这个死亡率比较高 这一块呢 我们比如这个 我妈妈是在老娘公寓 然后他们这边有 家里面有一个本家的老嫂子去世了 到火葬场里面呢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需要排队 火葬场里面的情况 就是属于这种需要排队 还要排号要排 你今天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火葬 有可能两天 三天才通知你拿骨灰 这种情况呢 就说明了里面的人是特别多了 但这种情况就是官方啊 或者是媒体啊 都没有任何的报道 只能你从周边的这些人员的这个离世中 你能感觉到 是 江律师您知道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中共官方所公布的这个数字啊 大概感染的人数是六万两千多例啊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一份这个 国家卫健委的这个会议记录啊 这个会议记录里面显示 从12月初以来到现在三个礼拜当中 感染的人数其实已经增加到了两亿四千八百万人 这个真实的数字跟官方公布的数字的差距 在您或者是其他亲友 有知道这么大的差距吗 我感觉是那个 他说的两亿多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缩水的 OK 你觉得实际上 周边的我刚才听您讲了 就是周边的这个经济啊 就是我所认的还有朋友啊 几乎 大家都是发烧 发疫调了已经是 是 是 根本就不是说只有这么多人 中国十几亿人的 是 所以说那个数字呢 是感觉是缩水缩了很多了 是 张律师您有接种过疫苗吗 我没有 从头到头就没有 我接种疫苗 您为什么不接种疫苗 我感觉他那个 这些疫苗没有经过临床 没有经过三期的临床 是不能这个在人群中 大面积推广的 因为这个不严谨 不科学 因为原来是 所有的按照这个国际方面 惯例 疫苗要经过 从实验室里面的 然后呢 通过这种大家的 就是几年以后 才能是一个我成熟的 才能是这个毒性降低的 给大家来接种 当你这个疫苗 从这个病情出来 到你这个疫苗出来 才多长时间呢 你没有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 没有临床数据 你直接就让老百姓都去接 但是接种完了 大家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真实的情况 还有用吗 一百用都没有 除了您之外 除了您之外 您先生还有其他的家族 包括您母亲 还有多少人没有接种疫苗 或者他们接种过疫苗 只有你没有 在我们家里面 我是反对接种疫苗了 但是跟这个姊妹之间的意见 都是相左 他们对我这种不太认可 但是不认可的情况下 我还是要跟他们坚决 不想接种疫苗 我老公没有接种 我也没有接种 我儿子呢 是因为在单位嘛 是后路者 必须要去接种的 打了一针 我坚决不允许他打 就这一针以后 一针都不允许你再打了 那我母亲这边呢 当时是我没在这照顾 我们姊妹几个 每个人就是门流照顾老人家嘛 那天我没在这儿 结果呢 这个打针的 打疫苗的 来给我妈妈打了一针 打完针没过多久 我妈就因为这个肺炎 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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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到医院了 所有的人就瞒着我 不让我知道 就是我要看那个病例 我妈都不让我看 说他没有事 他是因为别的病 我说你的 最后我拿到他那个诊断上面 写的就是肺炎 我们家人都不都说跟这个打针没关系 打疫苗没关系 是我一个人 然后我妈就给我生气 老人家嘛 九十了呀 我要说多了 他又生气 有时候我也我也就 真的是你周边的人 你周边的人 你都说不动有时候 明白明白 有一种无力感 是 今天在我们这 今天我们嘉宾当中正好有专家 我小旭博士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为难 在现实的状况之下 贾小姐她认为 这个疫苗是不可靠的 中国的疫苗是不可靠的 不过在现实的状况之下 您建议她是注射不注射疫苗了 以目前中国的疫苗而言 中国的疫苗 历来就是一个打文号 因为中共呢 不管是这个两种 这个灭活的疫苗 不管是 Sanofone还是 是国药的 还是科兴的这个疫苗 她实际上 三期临床的实验的完整的数据 没有全面的公布过 但她在不同的国家 也有三期临床实验 但是完整的这个 实验报告是没有公布的 而且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是没有系统去统计的 只是在这个中国的流行病学杂志上 有一个非常非常粗略的 关于这个疫苗的这个副作用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统计 非常不可靠 那么除了这个呢 这个康希诺 另外一个以腺病毒作为 假一体的这个疫苗 它的保护率就更低 我看到的一个数据 它在拉丁美洲做的 一个三期临床实验 它的保护率只有20% 是非常可悲的数据 实际上就是说 这几个疫苗 按照过去疫苗的这个标准来说 应该说是不及格的 那么即使是康希诺 递交到联合国这样的这个医疗机构 这报备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勉强 就是50%左右的这样一个疫苗 那实际上就是说 跟国外的这MI疫苗比起来 当然在保护率上是会差很多的 所以当然在国内的这种 政治压力上 很多人 很多国企的人 这个当然是逼逼的 非来不可 民间我觉得像 郑州的女士 我觉得她是个美白人 那么靠自己的这个免疫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毕竟在全球 都是有很多人 是靠这个自然免疫力 来挺过去的 包括比如说加拿大有一个数据 加拿大就发现 有50%的人 他的这个免疫力 是通过自然感染得到的 因为你可以做这个 抗体的这个检测 你发现很多人这个保护力 他得到的这个 具有综合力的抗体 是通过自然感染得到的 不是疫苗接种来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中共一直在强调 人定胜天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荒谬的一个指导思想 对于老百姓来说 应该明白 这个我觉得神给人体 它也是一个很奥妙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防卫的机制的 人们通过其他的方法 保持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 健康状态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还是有很多途径的 不是不一定只靠这个疫苗 那更何况中国的这个疫苗的生产 灭活的疫苗的生产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国际社会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灭活的疫苗 COVID的灭活的疫苗 因为一个单的 你要做一个灭活的疫苗 你要首先要把这个病毒 生产到非常大的量 然后灭活 然后你才能够提供 几十亿剂的这个疫苗 但是这样的灭活的疫苗 你稍微有一个环节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你这个灭活疫苗 可能里面就包含着没有完全被灭活的病毒 而这个病毒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 人们对它的了解还非常少 所以国际上很多水平非常高的国家 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个灭活疫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但是中国为了抢速度 所以这几家公司就奔着这个灭活疫苗 直接就去了 因为你这个工艺上相对成熟 但是每一批里面 是不是你得到的是完完全全灭活的疫苗 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中共不敢公布这些疫苗的副作用 以及它这个英文叫 Post Marketing Surveillance 就是已经推向市场后 所做的这些进一步的安全的 监测数据的通报 它不敢做 我刚刚请教小学兄 是不是给甲小学建议 因为这个数字 我们还是得做必要的参考 根据WHO的这个数字显示 在中国的这个疫苗施打两剂之后 那么对于预防的感染的有效率是79% 不过如果是莫德纳跟这个辉瑞的疫苗 它的有效率达到95% 那么虽然两者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是中国的疫苗还75% 在中国民众 他几乎没有可选择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要施打疫苗作为自我保护 那么作为一个选择 恐怕也是一个蛮伤脑筋的一个做法 今天我想请教旭光雄 目前美国跟德国都已经表示 他们愿意提供他们最新的疫苗给中国 不过我问了很多人 很多人觉得说北京不可能开放 您觉得呢 这个可以说取决于这个习近平一念之间 习近平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去 譬如说这个很多人预测 二十大核会开放 但是以这种方式开 你是想不到的 所以这个灭活疫苗 这个阿曼人疫苗 他一直顶着不批 顶着不批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希望中国自己的阿曼人疫苗 能够顶着他生产出来 顶着他研发生产出来 不是也有很多团队在搞这个吗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希望那个用市场来换技术 这是和莫德玛谈失败了的 所以他是希望 用撑劲来 他是想获得这个疫苗 这也是没有错 但是呢 是有代价 他要把这个 技术弄到手 或者说自己按照自己独立的线路 把它开发出来 他把疫苗看作是一个战略物资 看作是一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匪夷所思的 非正常思维 你没法按正常思维去考虑 你要按照科学的人道的角度来讲 从一开始就应该订口 像个灰热疫苗 比如说复兴公司 投资了这个 这个灰热疫苗的研发 他应该在去年就可以获得几亿剂的这个生产许可 但是呢 一直没有拿到 一直没有拿到 所以他拿到的是 对港澳台地区 可以销售 反而大陆没有 没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也 也得 也得看 也得看 这个取决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现在他的这个权利确实是无处 是 这个的确是个很讽刺的这个情形 那么中国可以销售 最先进的疫苗到国外去 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 民众却拿不到这个最先进的疫苗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这个状况 在过去几年当中 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风控 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非常强烈的影响 当然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解控了 可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 目前的疫情在高度的这个蔓延中 虚光兄 如果现在的疫情 还是持续的高度扩展当中 是不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 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同时外界认为 所谓的supply chain供应链 也可能会因此面临一次 可能接近崩溃的这个边缘 不晓得您的观察是如何 虚光兄 我感觉呢 就是不管从习近平 李强他们的一个看法 从他的行动上 政策上来推测 他是尽早打风 尽早打风的这个依据呢 应该是一个决断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东太清零要搞的话 那是漫无目击的 可能搞五年十年都结束不了 因为他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么现在呢 这个他是要快速打风 快速适应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起群体免疫 无外乎两个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这个自然感染 那么我想呢 中共他现在是想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迅速的渡过这个阶段 实际上我们根据过去三年的防疫经验 达到这个群体免疫 自然免疫的话 也就是三个月时间 或者说更长 那么也许到明年下秋 我看到这个海关和民航局外交部 他们发布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政策呢 就是在下秋呢 航班要完全恢复疫情前的状况 这是他实际上明确给了一个时间表 最快到夏天的时候完全正常化 至于这个能不能做到完全的 就是说疫情就过去了 这个我想全世界现在也没有宣布疫情过去 就是还会有新的变种 这种可能性出现 但是总体而言呢 我想对经济的影响 会冲击是短暂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主要的年轻人 他很快就会过去 中青年很快就会过去 而这些人是劳动的主体 供应链的主体 那么可能就是比较悲惨的 悲哀的就是一些脆弱群体 有基础症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们是特别需要在这个阶段 得到特别保护的人群 小学生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到来自中国的一些一个报道 同时还有一些调查显示 在这一波整个降级当中 其实中国有很多的百姓 他们是乐观齐承的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在网上 那么开始不自主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利用假期 能够出国去透透气走一走 春节假期马上到来了 有大批的民众 他们选择要到日本 到韩国 到泰国去旅游 同时我们也知道 有大批的台商是在中国的 他们在春节的时候 也要回到这个台湾来过年 我的问题想请教您 这一波的流动 是不是一定会造成中国的病毒输出 小学生 我觉得造成病毒输出 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 只不过是程度问题 现在我们不知道 因为大民众的中国人 经过三年的清零政策 肯定是被憋疯了 那很多人当然也看到了 中共极端清零的这个非科学性 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公信力的破产 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嘛 那对很多人来说 当然是千番百计 想要这个不仅是出来走走 甚至有可能想要逃离那个地方 这个润血现在不是很兴起了吗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人 现在要出来 我觉得无可厚非 所以也不想在一个这个素质集权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生存 那么它要出来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要带病毒出来 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国际上我觉得确实要抓紧之间 建立这个精测的这个机制 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如果有一些人 它就是在感染的这个初期还没出现症状 那么如果到其他国家以后出现重症 那当然就是比较危险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各国当然应该抓紧一个 非常有限的窗口 抓紧对于来自中国游客的这个监测 但我也并不建议各个国家 就开始分堵国门等等 对中国老百姓分堵国门 我倒也不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被 被这个非人道的这个政策 被折磨得非常惨 那严格的来说 我觉得不管是极端分控 还是现在所谓的阴阳禁阳 这都是不符合科学的做法 都不是科学防疫都不是 那老百姓是觉得赶紧放开了 那就是长痛不容短痛 这只是一种直观上的一个判断而已 但是呢这个事情 我觉得它仍然是不符合科学的 你去看历史上任何一次的疫情 其实它有自己的规律 什么时候达到高分 是几波高分 那么它退去 其实往往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人类的这个干预的措施起一定的作用 但很少说能够真正非常有效的阻断 清零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是一个空想 那么从来人类社会上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采取过 加速病毒传播的这个做法 没有这样没有这样过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 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只有现在的中共做这么荒唐的事情 因为一个疫情来说 哪些人被感染会得重症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的 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你的政策要失去生命 这个代价中共自己能承担吗 还是说它就对老百姓来 老百姓的生命对它来说根本就无所谓 只要它能过关就可以 因为当然最后这个疫情 它有它自己的规律会退去 但是中共在这过程中 造成多少无辜老百姓的死亡 这个责任如何追究呢 对不对 是 从三年前开始 新冠疫情开始爆发之后 中国就一直是世界所关注的焦点 今天在节目最后 我要引用美国的专家 Jeremy Rubin他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我们无法掌握中国内部的讯息 简言之 这波疫情还没有结束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在美洲现场的旭光兄跟小旭博士 同时也更谢谢在郑州的贾黎敏小姐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也祝福贾小姐身体健康 还有您的亲友 一切都顺心如意 我们谢谢三位嘉宾 我们随时为您掌控 在中国疫情的最新的状况 谢谢三位 谢谢大家 谢谢